来与衙美族的传统伤葬方式 大多是在族人死后当天或隔日黎明就赶紧送葬 但目前就曾发生过几次 族人因为疾病或意外死亡 隔天送葬后 却因为检察官要相验遗体 因此必须重新挖解坟墓 违反来与传统文化也造成家属困扰 像这次很像也超过10天左右了吧 那这样他们还检察官又还要再去挖 那情何以堪啊 来与民情风俗不同 加上来与气候不佳 检察官被滞留在台湾 无法前来相验遗体 家属认为应该要政府部门言商 对此相验商师多年经验的所长表示 针对单纯的死亡案件 可以依据检察机关与司法警察机关 勘验失伤因行注意事项来执行 检察官依据司法警察机关制作的相验报告书 如果认为说这个相验案件没有犯罪嫌疑人 他是可以填相验案件的指挥书 然后调度我们司法警察官 会同法医师检验员等 然后前往停尸地点来做相验 所长表示也就是说在地有刑事经验的警察 可以会同卫生所医师相验 民情风俗习惯不同 对于死亡事件案件处理 常任在地警方执行困难 主任期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想出办法 减少家属及执行单位的困扰 原始新闻小马力大圣台东来以采访报道